哈喽各位植物学家们大家好啊 我小新很高兴大家来到我频道 今天呢咱们来一期千元以内 然后值得购买的植物 首先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一棵 惠比虚效呢是棒锤树鼠的代表性植物 也是非常热门的快根植物 它就相当于宠物小精灵里面的玉三家一样 基本上是养快根植物时候人手必备的一种 那今天推荐的这一款呢和别的惠比虚效不一样 它是白花惠比虚 这些惠比虚它的这个这是园艺株 园艺株呢就是播种人工培养出来的 这样的惠比虚呢它的外表会更加的圆一些 然后也会挨胖一些是这样 但是缺少了野味的那种感觉 并且这个是白花惠比虚 惠比虚效呢它一般开花是黄色的花 开白花的是比较少的个体 怎样判断这个植物 惠比虚效是开黄花还白花呢 这个的话要看它的个体 白花呢惠比虚它的个体要比黄花的要高一些 如果这个惠比虚是野生猪的时候啊 就是它个体 比较高的时候 就说明是这个白花的概率大一些 一般的惠比虚效都是那种大饼状 或者生姜状的造型 但如果是白花惠比虚 可能个子要高一些 造成这样的原因呢 是因为白花惠比虚 其实是一种杂胶 变异的一种品种 是一个变异品种 但是它具体是和哪个 爆水素数杂胶的呢 但是没有定论 只能说是它是惠比虚下面的一个变种了 因为它很99.8%的这个概率 这个基因是和惠比虚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开花和黄花惠比虚是不一样的 但是这个人就是这样 因为它比较稀少呢 所以白花惠比虚价格也要比黄花惠比虚要高一些 然后像园艺品种的会比这个野生品种的肯定是要便宜一些 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第二盆给大家带来的是笔式圆盘玉锦 这一棵植物小新也有 之前也做过这个节目 然后它是圆盘玉鼠的一棵 开花特别的香 然后表面的刺不扎手 挺舒服的 现在的价格也不贵 是群生的仙人球 是圆盘玉中比较小型的品种 旁边的也是圆盘玉的一些仙人球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可以发现笔式圆盘玉的个头是非常小的 然后也是比较另类的这样的一个品种 我觉得圆盘玉的这个多样性还是非常大的 然后品种和品种之间差别还是比较多的 像这棵仙球的话 价格在这个300块钱左右 还是非常值得入手的 并且它群生很快 然后很容易养 第三个要和大家介绍的植物呢 叫做幻迭曼 是属于快根植物的 它是西方年科硕连鼠的植物 它又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 叫做徐福之九宫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会这么起的 但是它叫幻迭曼 这个名字的话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因为它的叶醋生于顶部 叶形似蝶而得名 非常的漂亮 像这个植物的话 是这个幻迭曼 是西方年科硕连鼠里面最好养的植物 它的这个自愈能力非常的强 我们经常见到的都是这种砍过顶的这种 砍顶之后 它仍然会愈合 愈合之后呢 会蒙发更多的枝条 它的这个叶子呢 如果喜欢爬桶的小伙伴 可以制作爬架 让它像龟甲龙一样爬桶起来 那样的话是非常漂亮的 如果不喜欢爬桶呢 则砍顶之后 会全生这个枝条 然后散叶也是非常漂亮的 它的叶子非常漂亮 像它的话也是非常好养的 可以用水直接兜头浇水 而不像这个球线曼一样 因为球线曼上面有很多孔 这样的话 球线曼这样浇水的话容易黑服 而这个徐浮之酒翁 这个植物的话就是比较皮实的 随便兜头浇水都是可以的 像幻迪曼的这个欣赏 把玩性也是非常高的 它身上没有刺 然后形状也比较矮胖 像这个酒瓶一样 然后大家选的话 要选这个肚子比较肥的这种 还是非常值得入手的植物呢 像这个植物的话 比较适合这个强光少水的环境 每天日照是三到三加五个小时 一个月浇水三四次就可以了 并且幻迪曼要比一些 放水素数的快根植物 要更加扛冻一些 像那些植物的话 10度以下会进行休眠掉液等情况 而幻迪曼能扛过0度以上的 这样的一个气温 抗冻能力还是挺不错的 适合在南方没有暖气的室内 以及北方比较干燥一些的地方 都是可以很好的生存 聊完便宜的咱们再聊一下贵 聊完白发会必须 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个比较贵货的品种 它就是年山牡丹 这个的话 基本上就不能用这个签计算了 可能品项好一些的要上万 就像视频远方的这一颗 年山牡丹呢 它是桂甲牡丹的自然变种 原产于墨西哥的科阿韦阿拉州 和萨卡特卡斯这些州 和桂甲牡丹相比呢 它的叶片更加的厚 细柱纹不裂缝 镜更圆 小的时候由上面的毛不明显或没有 长大之后才会明显 稀稀地处于石灰岩碎片的这样的地方 抗旱能力非常的强 像这个的植物的话 生长特别缓慢 像远方的那一盆的话 卖到了9000 然后进边的这一盆 也是6800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吧 感谢大家 那我们下期见吧 再见